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婴幼儿不要去接触有甲醛的溶液和一些环境 特别是新装修的房子 甲醛浓度比较高 那么我们不要过早地让婴幼儿进入这样的环境生活 尽量地让这个环境的甲醛得到有效的驱散之后才进入 大家都知道 室内装修污染是儿童白血病发生的重要的因素 儿童对甲醛的敏感程度比较高 那么也是影响我们儿童的那个苦水发育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我们儿童的股市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环境 在甲醛的环境中容易受到这样的化学的干扰 我们儿童的股市的股市的股市